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时的万达还只是大连市西港区一家小房地产公司 靠一百万借款注册成立 可谁能想到 三十年后的万达会成为全球最大不动产企业 全球最大电影企业 全球最大儿童产业公司 全球最大体育公司 一系列世界之尊 完美地诠释了波澜壮阔的万达三十年 万达三十年是一部企业创新史 如果没有一九九三年那次勇敢地迈出 万达可能至今依然是大连家门口的汉子 如果没有二零零零零年那次力排众议的决定 怎么会有万达广场的一起绝尘 如果没有二零零六年万达影城的赶鸭子上架 可能也没有今天万达电影巨无霸 如果没有二零一二年的AMC跨国并购 万达国际化可能仍停留在一句口号 二零一六年起步的轻资产 再一次拉开战略转型的大幕 我们也是有这个准备 要以轻资产为主 使用我自己万达广场平台实现彻底转型 万达三十年是一部企业发展史 万达广场就是城市中心 在中国家喻互相 三十年 仅三百座万达广场拔地而起 让城市更繁荣 让生活更美好 三十年 十几个万达城的建设管理 引领了中国文旅新消费模式 三十年 国内外超过一百家万达品牌的高星级酒店 打造了中国第一个高端本土酒店管理品牌 三十年 万达拥有海内外近一千六百家影院 一万七千块屏幕 占全球电影票房百分之十二的市场份额 形成电影全产业令 三十年 在全球超过二十个国家 运营足球 篮球等二十多项世界一流体育赛事 刚刚起步四年的万达宝贝房 已经拥有超过三百五十家乐园 这是万达造教中心 正打造全球最大的儿童产业公司 万达三十年 是一部企业社会责任史 现实社会当中最核心最无耀的这个细胞 那么企业理所当然 它就要为社会做的 就要承担这个社会责任 三十年 万达现金捐款超六十亿元 三十年 万达创造近二百万个直接就业岗位 三十年 万达获得绿色建筑认证标识近七百项 三十年 万达义工超过一百万人次 万达在中国最早开展慈善捐赠 最早推行建筑节能 最早建立企业义工制度 最早开展企业包陷扶贫 万达获得国家首个扶贫创新奖 中华慈善奖总共颁发十净 万达获得九净 这是国家和社会对万达的肯定 为大连万达集团公司代表颁发二零零六年度中华慈善奖 六一儿童节之际 全国救助重大疾病儿童慈善关爱情 说说了王剑林委员要去一所学校 中国足协同万达集团共争 万达小镇第一年就接待的游客 世界美丽市场首次出现中国户籍首 是来自中国贵州省的单债线 三十年高速发展的万达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参与者 三十年创新引领的万达 是人民美好生活方式的提供者 三十年公益社会的万达 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进行者 三十而立 风华正茂 已经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万达 将高歌猛进 一忙无前 永创 辉煌